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事实上它就是上涨啊 昨天上涨55点 那今天上涨22点 还是上涨 都涨啊 对 都是涨嘛 所以重点是什么 千万不要因为量没有出来 就以为涨不了 没有那么一回事 为什么 因为建安不自从筹码 告诉大家 其实接下来就是最起码到礼拜三 我可以看得到就是到礼拜三 有可能的走法就是一涨难跌 你看 如果今天如果假设你下去追空的 哇 你又放在地板上了 所以重点是什么 每一天你一定要锁定七海论坛 那节目一开始 我先下个结论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 我认为 接下来的关键点 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了 如果假设我要确认讯号的话 最好是礼拜四 但是我认为明天就有可能发动了 所以今天 就是明天跟后天 你一定要锁定 为什么 因为真的太关键了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说 为什么建安会下这个结论 每一次建安都不常乱下结论 就是因为我看到什么数字 那我告诉你 啊 请你记得要把它学起来 否则的话 每一次都只听结论 都不知道逻辑是什么 那就没用了 好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为什么这个盘是 还是属于一涨难跌 昨天建安 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告诉大家 其实越到什么 不是越到中秋 越难买到月饼 是越到什么 结算的时候 一定要去盯什么 选择权的最大未平仓量 因为选择权的最大未平仓量 它真的会告诉你 很棒的一个讯息 就像昨天看一样 所以我们首先 第一阶段 我们来先看一下 到底现在选择权的最大未平仓量 是不是 还是框在那个地方 如果还是框在那个地方 还是一样会有那个关系 就是一涨难跌 所以我们看一下 大电视 很明显的 低涨支撑的话 还是在7,900 7,800 没有错 卖权的最大未平仓量 你可以看到吗 6万5千口 跟6万4千口 很明显 就是7,900 会7,800 那之前 上档呢 上档竟然移到了多少 8,400 跟8,300 哦 也就是说 来 我们拉回来 低档的支撑是在7,900 7,800 已经感觉好像跌不下去了 对不对 你去看一下 接连两天的三大法人 都是站在卖方 竟然没有办法把指数卖下去 那你就知道谁在撑了嘛 了解哦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 不太会下跌 那你看哦 那上档的压力在哪边 8,300 点 今天才不小心占你8,000 点而已 还有大概三四百点的一个价差 所以你想嘛 mine call的人 mine put的人会撑 mine call的人根本不用撑 不用压 为什么 你就让你拉 反正你也拉不到我 所以重点什么 还是一样哦 易涨难跌 所以每一次 请你要记得 选择选择最大未平仓量 不要每天看 因为那个没有用 要越到结算的时候它越有用 了解哦 每一个月大概都只看一次两次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先解决 好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每一个月有没有 是不是都要换仓一次 然后还记不记得 记得什么 今天是不是 明天是不是要结算了 也就是说明天就会完成换仓 然后换仓的数字会什么时候出现 就是礼拜四 礼拜四收完盘的时候 建案就会算给你看 成本价啦 等于说换仓的一个成本价 没错 到底这个月 决战完了以后 到下个月又是在哪个点位来进行决战 没错 那你知道为什么很重要吗 你可能大家都已经忘记了 对不对 我换起一下你的记忆 来 我们看一下 还记不记得这个是五月份的合约 五月份的合约总共换在哪边 多空双方换仓的成本是在7779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数字好久远的对不对 好 拉回来 五月份换到7779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连续都没有跌破这个数字之后 连续涨几天 19天的红K棒 有没有印象 有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六月份的还有没有印象 忘记了对不对 我把数字调出来 六月份就是这个数字 有没有看到 8286啊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 六月份的合约被空方一直获胜 多方被压着打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多空双方换在8286 那做空的人有没有 拉回来 做空的人有没有 价格拉拉拉的 倒了拉拉的 青菜作都贏 为什么 因为他空在8286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换仓成本重不重要 重要啊 也就是说 这几天有没有 你一定要锁定七海论坛 为什么 因为建安要帮你算什么 七月份的换仓合约 七月份的合约 到底换仓多空双方的换仓成本 到底在哪里 如果假設你沒有鎖定這個節目 除非你會自己算 那就無所謂 如果不會算的話 你又忘記的話 你又沒看到 你就不知道到底多會贏 還是空會贏了 所以這裡就為什麼跟你講說 這個禮拜非常非常的重要 了解 好 安芙 現在 所以新醫師我會提醒你 會追問一下這個多空的幻暢成本到底是落在哪 新醫師提醒你 好的 好 重點來了 你看喔 建安已經告訴你結論對不對 那不要忘記了 散戶是不是有很多的毛病對不對 不要忘記了 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點位 如果假設你是東看看西看看的 這個節目也看 那個節目也看 你又會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這個錯誤 你如果再犯了一個錯誤 叫做蝦康勤有沒有 就是方向已經在轉彎了 結果蝦康勤 看空看多的一個節目 到最後你沒有辦法去決定多空的話 你到最後你又跟不上車了 怎麼說 每一次有沒有 這一班列車要從左營開到台北 你沒有坐到 要對台北再塞用車輪 坐贏 你一樣又沒有坐到 現在又趕快要洗環頭 你又在月台旁邊等半天的時候 抱歉 車已經塞到身體了 所以重點是什麼 一定要記得 不要再慶康勤喔 一定要確定K棒的顏色來轉彎的時候 我相信你基本上來講的話 多空你就一定可以跟得上腳步 所以拉回來 重點是什麼 建安告訴大家的 一定要把這句話記起來 價格的趨勢決定多空的方向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一個很大的變化 我們的波段單已經出現了很明顯的變化了 不要再去看其他的因素 我知道現在量很少 我知道 但是如果價格被拉成多方趨勢之後 你還是要去做多 你千萬不能因為量少而不去做多 那就犯了一個錯誤了 因為你沒有把這個交易心法給他記在心裡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現在那個期權籌碼要怎麼開 這個美元指數跟CIP指數 我們就先跳過好了 因為昨天已經有介紹過了 所以直接是切入台北股 是一個籌碼面的通話 昨天我還記得 在整個指數上漲的過程當中 外的是站在賣方 今天嗎 今天好像還是這樣 持續賣嗎 沒錯 還是一樣賣差喔 你有沒有發現 三大把的還是賣的事實施力 但是趕快記手去給你看 也就是說如果你只追蹤這個現貨的籌碼 你沒有去注意 既然告訴大家的選擇權的最大位平常量 你會被這個數字所蒙騙 為什麼 因為7800 7900有稱 他就願意拉 你要輸他 他就是要求他也沒辦法 所以不要忘記了 一定要順著價格的趨勢去做 不要以為有沒有 自己在那邊亂做之後 今天又空在地板上了 好 現貨的部分我們解決了對不對 好 來我們看一下 那期貨的部分長什麼樣呢 現貨是以賣超為 為那個方向嘛對不對 但是那個 期貨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期貨的部分你有沒有發現 他又把他的空單 稍微回補了828口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自營商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嗎 所以今天早上的走地 會不會就是因為法人在回補空單 有可能 因為拉下去他就是為了要稍稍的回補嘛 對不對 然後完了之後你有沒有發現 自營商有沒有 真的毛起來買多單呢 有沒有看到 明天就要結算了 結果自營商竟然敢買6333口 你覺得這其中不會有鬼嗎 我也許我不知道 但是最起碼我知道 他看多的心態是非常明顯的 否則他不會去加碼6000多口的多單 明天就要結算了 如果你想一件事情 明天你就要結算了 你會不會丟6000口的多單進去 值得注意在自營商的部分 已經正式的油空翻多了嗎 沒錯 因為目前現在是進多單 留了5409口 沒錯 已經快要把外資的空單幹掉了對不對 所以呢 基本上就以期貨的籌碼來講有沒有 已經快要沒有什麼指標性的意義 為什麼 因為多空已經算平衡了 好 了解齁 所以你看喔 很刺激對不對 這也是為什麼跟你講 這個禮拜的行情很刺激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 今天高低價差也70幾點呢 如果假設你又做錯的話 有可能又賠70幾點 昨天賠50 今天又賠70 每天都要賠 重點是一定要有方向感 沒有方向感不要操作 好 最後一個數字 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權的部分到底長什麼樣 選擇權的部分 在外資的部分還是一樣 加空了3883口 所以進空單還是在79000口的高水位 那你會覺得說 進空單那麼多 有什麼好怕的 沒有 會不會害怕 根本不會啊 今天不是有說過嗎 選擇權那空在哪裡 8400 8300 8500 8600 他在怕什麼 除非空盤者硬拉到8600他才會怕 他根本就不怕 為什麼太遠了 你去看那個put跟call 那個call 未平常量全部都是在這麼遠的地方 都是我們一般的投資朋友 一般散戶買興趣的 根本就是歸零高了 沒有希望了 不可能到那個地方了 所以你看這個空單也沒有 不要害怕 他就以今天所看到的數字 他不會因為選擇權的這個空單去壓盤 很明顯的因為他空太高了 他根本就不需要壓盤 了解齁 所以就以這個來講的話 自行商也是一樣 進空單 這兩個都是一樣 都是高水位16萬口 這也是為什麼你會發現 有沒有一個老行財財啊 金門就不會怕啊 不是什麼 太遠了 了解齁 所以把這些籌碼全部講完之後 有沒有 你會發現其實 來講的話 最大的部分還是在 就是選擇權的最大 未平常量 那個算是一個最大的關鍵 因為要結算了齁 那我們完了之後 還是不是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數字 對不對 沒錯 其實在整個普空交戰點位的部分 很重要 其實在多空交戰點位的部分 也很重要 金門你想先講哪一個 好我們先講那個 最大多空交戰的位置 好 因為普空交戰還沒有出來 沒辦法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跟大家講喔 昨天竟然在最後一秒鐘的時候 跟大家講什麼 如果假設今天要往上漲的話 不要忘記了 多空雙方什麼交戰的點位在哪邊 是不是就像大電視一樣 7980 今天有沒有站回去 有耶 有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每一天你去追蹤這些數字 有沒有去 有去對不對 除了有去以外 還可以幫你賺錢 那更好玩對不對 如果假設追蹤這些數字 會賠錢 那就一點都不有趣對不對 但是重點是什麼 當你了解這個之後 我相信你就知道 今天你應該要留多單 或留空單 很明顯嘛 今天不是有說過嗎 如果你要強短的 7980不能跌破 要站回去 最後收盤的時候有沒有站回去 有啊 收7994啊 不是嗎 那現貨還比這個還高 了解齁 所以重點是什麼 我這麼說好了 每一天有沒有 你進期貨市場操作的話 你不要以為每一天 要看那麼多的數字 才能夠把期貨操作好 並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樣要告訴你是 我要讓你知道 知其然 然後知所以然 其實你當你不知道 所以然也沒關係 你只要看K棒的顏色 就可以了 那今天今天不是要跟他講 現在進入了一個 最大的關鍵點 點位的轉折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波段單 產生變化了 你想不想看到 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好等一下我跟妳講 有幾天沒講波段單 因為波段單一路空 沒什麼好講 所以今天感覺起來 你看出個轉折 對 沒錯 所以重點什麼 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變顏色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每一天要騎貨操作 有沒有 一點都不困難 為什麼 今天教大家的 就是一定要懂得 順勢交易好嗎 每天不要去猜 順勢交易 我這麼說好了 這一路上來 今天都跟你講什麼 空方趨勢持續 但是請你不要看太空 為什麼 因為今天就在等那個轉折 如果假設你去猜底 每天都摸底摸底 你摸了13點 才摸到一次 那請問一下 根本就亂猜 用一耳的賭博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有策略的去等他 那今天就被我們等到了 為什麼 等一下我告訴你 所以不要去猜好不好 下一根K棒 怎麼走 真的沒有人知道 所以咧 你就順著他 順著什麼 順著慣性啊 竟然不是有說過嗎 任何的趨勢 絕對會有屬於自己的慣性 不管他是多方慣性也好 或者是空方慣性也好 或者是盤整慣性也好 他都會有屬於自己的慣性 也就是說 我們只要去追蹤他就可以了 到底現在是屬於哪一個慣性喔 好 怎麼追蹤 既然不是有說過嗎 就透過顏色管理的概念啊 紅綠燈是不是最有名的概念對不對 看到紅燈 你就知道停下來 看到綠燈 你就知道走過去對不對 最近不是沸沸揚揚朝酒駕 不是 所以應該喝酒的 要規定看奇亞論壇賺賺了 這樣才不會闖紅燈 所以做什麼 硬扯 硬扯 硬扯對不對 顏色管理的概念很重要對不對 好來我們看 我們就用顏色管理的概念 把它畫到K棒去 好不好 你看到紅K棒 就請你做多喔 你看到藍K棒 就請你放空 你看到黃K棒 它就是在盤整 你只要按照K棒的顏色 你就知道 你要做什麼動作喔 那今天不是有說過嗎 如果假設要做波段單的 不要忘記喔 你要做樓層破斷的部分 你一定要用60分鐘的K棒喔 不要忘記喔 60分鐘的K棒 千萬不要自己自創 自創品牌啊 用25分鐘自己在那邊流倉 很高興 不要忘記喔 所以我們來看 對好久沒有看了 趕快來 現在是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 因為記得之前是一路看到 都是藍色的嗎 藍色跟黃色的 從來沒有看過是紅色的 所以我們今天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化 我們看一下大電視 大電視的話是台子期的 60分鐘的K棒 今天從哪裡開始開 有沒有發現 今天就在這個地方 今天就在這裡了 對 你看連續幾天了 近兩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二 總共11天的藍K棒跟黃K棒的交叉出現 就在今天有沒有發現 出現了很微妙的變化 對 而且都是有紅的 出現了連續三根紅K棒了喔 對 這也就是說 來拉回來喔 60分鐘的K棒是要幹嘛的 是不是要留波段單的 如果假設你今天有運用K棒的顏色的話 你今天應該會去留波段的多單 為什麼 因為它是紅K棒 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 建安告訴你現在轉折點真的快大 為什麼 因為一定是短趨勢先動嘛 然後長趨勢才會改變 也就是說搞不好明天有沒有 領帶終於可以拿去洗了吧 對 沒錯 大家很討厭的藍領帶有沒有 可能明天就可能要拿去換黃領帶了 不一定 我們不是空盤者 不要去拆 但是有機會 這樣了解齁 所以啊 當你在操作期貨的過程當中有沒有 如果假設你沒有方向感 你是不是就每天都亂拆 對不對 每天都用藥 藥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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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麼說好了假設你一找盤有沒有感覺很弱 結果你去做空 請問一下是誰架著你去做空 不就是你自己嗎 有沒有人架著你去做空 結果今天尾盤拉起來你是不是被尬到了 所以金融操作最大的敵人是不是你自己 當然是啊 所以今天不是有告訴大家嗎 一定要記得喔 今天用一句話跟大家勉勵喔 偉大的立志書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什麼 他說請你不要等待非比尋常的機會在你面前出現 我相信大家都在等大樂透對不對 最近的話威力財又沒中了 大家想去買他對不對 我這麼說好了 其實投資理財有沒有你應該要怎麼做 應該要抓住每一個普通的機會 讓他在你手中變得非比尋常 我這麼說好了 現在教你的方法有沒有很困難 並沒有 因為每天你只要看K棒的顏色 這不就是一個很normal很平常的一個機會嗎 重點是當你把握住的時候 要把它變成你在期貨操作生涯當中 一個非比尋常的機會 決定權在你這邊 所以重點是什麼 既然教大家的不救 賺錢不救是一種技巧 重點是你想致富你才學得會 如果你真的不想致富 既然教代托也沒有用 重點是什麼 你只要運用K棒的顏色 我相信不管是做多做空做盤整 你一定會跟健安一樣是Pro級的 對 好只不過剛剛關心完了這個波段的一個操作之後 廣告之後帶您來看當中怎麼做 我們測試一下馬上帶您來看 您攝取足夠的鈣質嗎 未必 有沒有聽到骨骼發出的聲音 仔細聽聽 大部分台灣女性每天只攝取50%衛生素建議量 安宜含有一般牛奶兩倍的鈣質 和幫助吸收的維生素D極美核心 安宜給骨骼全方位的營養 追求財富自由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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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Is it good to drink 你點看來吧 好 畏大利的金黃色 是維他命D2的原色 不是色素喔 我會老會口 你會愛通了啦 我腳馬手臂 你會愛通啊 頭欺肉眼 你會愛通了啦 同志會愛通 追求財富自由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88路線進展 本車開往財富大道 第二杯半價一共88元 台股受到激勵 家人之處開盤上漲88點 所有的消息變速 三粒財經台在88頻道 全新觀點不超爆 每日關鍵報告 領先各大媒體 趨勢我說了算 讓您財經早知道 國際財經零距離 Makno News 讓您獨立思考 產業分析最犀利 帶您搶先獲利 鎖定88 讓您輕鬆錢混錢 就待三粒財經台 哇 是中華三菱鐵造花火劇耶 夏日煙火演唱會 有收黃旗 安心呀 還有悠遊家族 能爭氣火抽 快來報名靠迷體逛鐵造 放天燈看煙火 歡迎回來 接下來棋局看台股單元 要請建安叫我們 要如何當沖 好 這麼說 其實每一天當沖 其實建安 昨天有說過 做當沖好像是一塊蛋糕一樣 就跟英文 A piece of cake 就是很簡單的意思 不是故意要秀英文 那重點就來 你是不是看美股 來操作台股對不對 我這麼說好了 美股大漲的時候 我們就是開低 美股大跌的時候 我們就開高 每天都在倒邊做 結果呢 你就追高追低了 結果尾盤的時候 根本就不是你想像的那個樣子 所以建安常說過 如果假設你真的要學會當沖 請你把你的眼睛 focus在台子棋上面 因為你在做台子棋 你又不是在做美國道瓊指數 瞭解嗎 你看那麼多的數字 對你沒有幫助 你看日本 日本去我們南德 我們一定要去嘛 沒人規定啊 所以重點是什麼 你一定要看我們的盤子 所以其實所有的答案 全部寫在盤面上面 今天是個盤整盤 是一個標準的盤整盤 結果你今天有沒有去追高殺低的話 你今天是不是又流血了對不對 老會老底 又出場了 所以建安常說過的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怎麼判斷 今天有說過 誰知道它會開低走高嗎 沒錯 如果說沒有運用正確的工具的話 沒錯 好 那我們來看喔 如果假設當天有沒有 要做當沖 然後又遇到盤整盤的時候 建安不是有說過嗎 不要客氣的 把15分鐘的K棒曬出來 為什麼 這15分鐘的K棒就是為了應付當沖盤整盤的 那今天跟大家講啊 盤整盤的特色有沒有 就是不要忘記的喔 跟那個順勢單是不一樣的喔 盤整盤的做單準則很簡單 請你在壓力的點位去做空 在支撐的點位去做多 這就是盤整盤的特色 有很多人分不清楚盤整盤有沒有 它會在哪個地方 它會在壓力點去追多 為什麼 因為它以為要突破了 結果會去支撐點去做空 以為要跌破了 結果哇 雙八 為什麼 兩個都沒有 所以重點什麼 一定要先辨別 到底它是什麼樣的盤勢 當你辨別出什麼樣的盤勢之後有沒有 剩下的就很簡單的 按表操課 你我都會 了解齁 好 所以我們今天用 今天用15分鐘的K棒 台子騎的15分鐘的K棒 來看到底今天怎麼做當沖 那我們看一下大電視好嗎 這是台子騎的15分鐘的K棒 好的 可以嗎 好 你看 這個是開盤的時候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收盤是在這個位置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盤中最精彩的 就是框在黃色的地方 這不就是健安告訴大家的嗎 只要15分鐘的K棒 出現了盤整盤 就請你不要去追高殺低 如果你去追高殺低 今天的地板架是不是又被你追出來了 對不對 現在你是不是在躺斜了 因為你空在地板拉起來 你又賠了70點 沒有錯 扎扎實實你又賠了70點 那運用K棒怎麼做呢 來這麼說 來今天告訴大家 我把歷史重放好不好 一開盤的時候 有點紅色的多方趨勢 對不對 但是進入了第二根之後 就已經出現什麼 盤整趨勢了 15分鐘的K棒 就已經告訴你是盤整趨勢了 所以它會告訴你壓力在哪邊 你知道嗎 它會在7 9 8 3 它是它的壓力 然後呢 7 9 4 8 7 9 4 8 是它的支撐 7 9 8 3 是壓力 7 9 4 8 是支撐 那你想當然了 今天教大家的準則怎麼做 就是在7 9 4 8做多 或者是在7 9 8 3做空 就看它碰哪一邊 那今天找盤的時候 不是先碰下面嗎 來我們一步步前進 你看 第二根K棒就碰到了 而且還穿架對不對 而且還連續穿架好幾次 為什麼 因為在那邊撐了很久 現在不是有說過嗎 只要支撐有沒有撐得住 它的K棒就不會變顏色 當你真的7 9 4 8做多完之後 你只要等一件事情 7 9 4 8做多的 在7 9 8 3把它平昌出場 你今天是不是又進帳了35點 這麼說好了 我們一步步前進 有沒有發現 欸拉起來 有沒有發現又碰到壓力了 請問一下 在這邊做空的 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又平昌出場了 所以重點是什麼 拉回來 其實你會做不好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今天是盤整盤 所以撒下去的時候 你會用你的本能反應 用追空的方式 你以為是一個趨勢盤 結果你空下去的時候 剛好空在今天的地板 當你空在今天的地板 有沒有撐了將近一個小時 你覺得安全 結果呢 不到一個小時之後 有沒有來一根急拉 拉上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啊 起了之後為什麼 因為你做錯方向了 所以重點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運用K棒的顏色 你怎麼會知道今天是盤整盤呢 了解嗎 建安常說過的不要以為你很會判斷喔 如果你沒有K棒的顏色 你會判斷錯誤喔 怎麼說 建安掉一張圖給大家看喔 建安掉一張 台子騎的15分鐘的對照圖 讓你知道一下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判斷出盤整盤 這是你左邊 運用你自己本身的方法 對不對 這個是建安所使用的方法 你有沒有發現 左邊只能有一件事情你確定了 就是收完盤的時候 你知道它是盤整盤 對不對 一定要收完盤嘛 但是K棒錯了 K棒在這一根就已經判斷出 它是盤整盤 為什麼 因為它是黃K棒啊 這樣了解沒有 所以重點拉回來 你看喔 你如果沒有好好的運用K棒的顏色 你今天又受傷出場 常常建安常說過的 不要每天都受傷出場 昨天受傷50點 今天又受傷70點 你哪有那麼多點數可以輸 了解嗎 所以建安常說過的 當你沒有工具準則邏輯 你就先推廠觀望 好好的學習 學習一個半年一年半載也都沒關係 為什麼 休息總不會賠錢嘛 對不對 現金不咬咧 這是我們那個 我的名言 對啊 所以重點是什麼 拉回來喔 其實建安常說過的 當你操作不順的時候 你相信建安 金融操作 不管你是做股票也好 或者是做期貨也好 最大的敵人就是你自己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就不會判斷盤施啊 當你不會判斷盤施的時候 你不就是傻在亂亂舞嗎 建安不是有說過 你三個亂舞就是做多做空 做錯的時候又凹丹 對不對 所以不要在這個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好不好 建安有說過嘛 其實偉大的勵志書 他說過一句話 不要等待非比尋常的機會 在你面前出現 抓住每一個普通的機會 就像建安告訴你的啊 運用紅綠燈的K棒來操作期貨 不就是也很簡單嗎 所以建安告訴大家 有很期待嗎 並沒有 所以重點是什麼 等一下廣告的時候好好想一下 建安講的到底有沒有道理 只不過大概還剩下一分半的時間 今天這時候想要請教建安了 明天非常的關鍵 就是台紙期即將結算 結果在今天 整個期貨市場就震盪很大 明天會不會震盪更大呢 我認為會 為什麼 因為這麼說好了 如果假設拉太高 當然是多方就會壓下去嘛 但是現在看得出來 三大法人都在賣 但是撐盤的人 撐得非常的用力 所以基本上他賣 根本賣不下來 所以一樣的 如果假設你真的要強短的 還是一句話 請你把這個數字記起來 因為這個數字實在太重要了 如果你真的要想做多的 請你把這個7980這個數字 當做你心中的停損價 多空交戰區 對 多空交戰區域 只要你做多沒有跌破7980 你就可以拼命的做多 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多空交戰就在這個地方 對 但是這個數字 僅限於明天而已 因為明天就換倉了 而且僅限於期貨市場 不要搞錯是現貨 對 沒錯 對 對 對 那關盤重點的部分 其實明天還要觀察 就是K棒的顏色 到底會不會來個轉換了 對 沒錯 既然剛剛健安已經是提到 其實在整個波段單的部分 已經有了改變 那後續會怎麼樣發展 會持續為大家來做個關心 謝謝健安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那七海論壇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了